还有今天是一个很特别 是我们是美国的军事总裁 级委的军事总裁 是特别为我们做一个培训的 我们别是用业力的奖金 就是要多谢我们 谢谢我们的过外的 那个美国的伙伴 这是我们的台平老师啊 艾莉娅老师 还有陈姿阿 Alisa好吧 谢谢她们安排整个 整个课班 那这样子吧 我们因为我们是香港 我们是动物族 是吧 我们必须找我们一个 香港的伙传师出来 对吗 你们说要找哪一个好啊 她很多fans哦 就是我应该要讲一个是 尤其她是这一块书 想伙传师的语言 我们每一个人就想学她 一年就会一年想伙传师 好吧 想不想 想吧 然后我们就要厉害厉害的奖金 请我们的香港的伙传师 阿晟 各位 来自我们中国大陆的台湾的澳大利亚的美国来跟我们香港的伙伴你们晚上好 我发现这些人不是太好 OK 你们 你们 好不好啊 OK 那这太好 因为今天啊 刚刚我们的司宇啊 他已经说了 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因为今天呢 我们 就是有四位啊 我们来自美国的钻石 我们四位的贵宾啊 安排了这一个的 一个的培训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明天后天我们就有一个很震撼的 那么老实的培训 那所以难得 就知道了 几次都过来了 那所以呢 就运用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啊 跟大家呢 我们可以啊啊啊啊啊啊 几个国家一起呢 就啊啊啊 杂种在一起 我们那来学习 那我个人我觉得 在我们发展这个生意啊 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的定位 对不对 就是定位 到底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的人 到底我们有没有看懂 杰斯的那个value 那个价值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呢 今天呢 这个主题啊 不是由Patrick 由我来讲的 那肯定呢 我们请了 做了20多个小时的飞机啊 会变啊 让他来跟我们分享 好不好 好 你们知道 随时第一位吗 哈 你不是Patrick 不是Patrick OK 这位朋友呢 我还记得 我在2013年 那个时候呢 我刚刚上了红堡 OK 那个时候呢 我在地中海的游人 OK 我就认识他 那给我第一个感觉啦 OK 他是一个 我就介意啊 这位贵兵 因为我当时我觉得 他是一个夫太太 OK 因为呢 他出生在很富裕的一个家庭 OK 从来没有打过头 没有做个生意 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啦 只有一个朋友 从小到大 都没有做个生意 没有就是打过头 那所以啦 我对他非常感兴趣 没没没没 就是我对他的背景啊 非常感兴趣 那那个时候啊 在船上我们聊聊几个 聊聊聊天 然后他回来了 从一桩尔尤人呢 就把那个人怎么讲啊 就是我们放那个变炮 不是要点火吗 前面 OK 就把这个药营点燃了 然后回去了 因为他女儿之前就读大学 然后回去的时候 在2013年的5月份 他在地中海的游人回到美国 然后处理好所有女儿 已经就是读书的安排 都读完书了 那他觉得没有什么 没有啥好做 然后开始了就找我们的松转 一望的麻烦了 因为他觉得 他真正看到杰斯的 开始去研究杰斯 到底为什么 一望我们整个的团队 干得那么的开心 因为有好多 我知道今天来到这里的 有些传统生意的朋友 好像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 就算能赚到钱 都没有过一个很充实 很丰富的一个生活 那所以当时候 他已经下定了一个全新 他要发展杰斯 在2013年的10月份 开始去研究杰斯 很快 在2014年的年底 我都听到 他上钻石的一个好消息 所以今天 我们耽误大家的实践 我们用最业劣的奖心 欢迎我们来自美国的 很多朋友都是从很远的地方 来到香港 然后也很感动 这一次 香港的蓝宝石 以上的精英 那听说我们过来呢 也是过来 我们大家一起研究 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新的团队带好 那很多朋友都不认识我 因为我虽然上了钻石 但是我出去钻石旅行的时候 他们说崔喜不认识这个人 不知道哪里来的 所以呢我今天我就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怎么认识杰斯的 然后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了解到杰斯的价值 然后我怎么样去定位的 然后怎么样去运作的 好不好 全部都是实战派 好不好 既然你们那么远来了 我就想把我自己所经历的 所发生的 全部真实的跟你们一起来分享 那其实我刚刚开始 金杰斯也是很简单 就是因为产品 那产品呢 是因为帮到了我的家人的健康 所以呢我第一个喜心动念 做杰斯的朋友 我一定要记清楚 喜心动念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喜心动念 代表着我们将来是怎么样往前发展的 那我第一个喜心动念就是 这个这么好的产品 我一定要告诉我 所认识的每一个人 因为就像那个 就像是那个 有曼博士之前那个博士 他说这个产品可以拯救人类的性 所以 我就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很多 也不太懂得杰斯是什么 也没有想到很多 只是说一个单纯的起心动念 就是把这么好的产品分享给我所有的朋友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2013年公司招待我去地中海旅行 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对杰斯也不是很清楚 可是通过那一趟的旅行 我了解了 杰斯的背后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 这个平台可以帮助最普通最普通的人 有机会重新参与全世界的分配 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第二次被震到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有钱的人很多 可是没有钱的人更多 没有钱的人如果想真正的去破上真正有钱人的生活 说实在话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平台 真的是很难重新参与全世界的分配 所以我觉得要运作杰斯 第一点就是看懂杰斯的价值最重要 那怎么样来看懂杰斯的价值呢 就是要通过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学习 因为我从带团队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朋友 没有真正的了解杰斯的价值 所以运作起来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坎坷 一些难题 但是杰斯对于我来讲 嗯 也有很多伙伴也在这边哈 就是杰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 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简单的 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分享 所以就是说如果单纯的从生意的角度来讲 我今天跟大家这么讲吧 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就是以一个生意的角度来 太杰斯 任何一个生意 其实都有三大块 一大块就是说投资 一大块就是风险 一大块就是受益 任何一个行业 比方说传统生意 像拍手 原来做传统生意的 那传统生意的投资 就是要投资金钱 然后投资自己的这个健康 投资自己的时间 那打工族也需要投资 投资自己的青春 投资自己的时间 甚至投资 全部倒掉 那打工族有没有风险 当然有 打工族的风险就是说 尤其是在美国 不是说你做的不好 会被老板炒鱼 如果你做的非常好 也会被老板炒鱼 因为有人做的也不比你差 可是他们拿的薪水也很低 所以相对于来讲 打工族也有他们的风险 可是受益呢 传统行业的老板 当然可以收获一些资源 然后呢 让自己家庭过得更好 打工族呢 也是会赚取一些收入 让自己可以有一个 生存的一个空间 在杰斯三大块 杰斯最大的投资 其实就是我们本来的消费 我觉得这一块肯定是 很多你的领导人 都跟你分享过 可是我们有没有 真正的意识到 我们从生到死 其实都是一个消费者 那今天如果有一个平台 让你在消费的同时 可以创造生产力 然后变成一个消费商 这个就是我们杰斯的 交互式网顾的重大意义 那么风险呢 在杰斯有没有风险 当然有 杰斯最大的风险就是 如果我们没有看懂杰斯的价值 那么最大的风险就是 杰斯的生物科技产品 一定会让我们变得年轻 变得漂亮 可是杰斯的受益在哪里 这一块就是杰斯真正的价值 杰斯的受益就是 通过这家公司平台 可以帮我们整合 全世界的陌生资源 全世界的陌生资源 其实我有一次 跟我团队做培训的时候 我团队的朋友他听不懂 那那一天我的房间里 大概有二三十个伙伴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就讲 我说今天在这个房间里 只有两个伙伴 是我自己认识的 其他剩下的所有的人 其实都是这个世界上 我本来的陌生人 因为这个公司平台 把这个世界上 我原本的陌生人 资源整合到一起 就是让我赚到所有人 一辈子的劳动力和人脉 但是大家听到这句话 不要生气 因为公司给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资格和这个权利 去开始全球的资源整合 所以我觉得 当我们看到杰斯价值的时候 我们的定位 是要定位一个 生物科技的代言人 还是要给自己定位成一个 全球互联网平台的一个 生意的老板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如果今天 马云 马云大家都认识了 如果马云今天说 比方说Lisa好 说Lisa小姐 看你长得这么美 然后呢 我来跟你做一个交易 什么交易 今天我来出科技人员 我来生产制造 我来给你全世界一百一十五国家来运输 我来出会计人员 我来出保险 我来出服务 所有的这一切 我全部来出 那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体验这个生物科技产品的同时 你只要告诉你的朋友 有这样的平台 有这样的机会 我马云 愿意把我 利润的65%以上 分给你 这样的机会 大家要不要 要 答应的人太棒了 我相信你们真的看到 这些平台的价值了 因为很多人不敢要 不敢要的原因是 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实在不好意思 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杰斯就真实的发生了 所有的钻石 其实都很清楚 包括这里的蓝宝 绿宝 红宝石 当我们真正的看到这个杰斯平台 真正的价值背后的意义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跟朋友分享杰斯的时候 我们是在给我们的朋友 一个千代男朋友的机会 在给我们朋友一个 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包括改变自己家族命运的一个机会 当我们认定这一块机会 能看清楚 看明白的时候 我相信 大家一定可以找到 属于自己的合作伙伴 所以 所有的朋友 今天为什么能千里迢迢 到香港来 来接受爱摩老师的这个培训 因为我们所有所有钻石的成功 是给我们系统是分不开的 那在这个生意过程当中 有很多朋友 看到杰斯很多人 真的就是一年两年三年上钻石 钻石的意义代表 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百万美金收入的人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在想 我今天讲话可能比较犀利一点 如果我们想一年三年五年以后成为百万美金收入的人 那么我们这一年三年五年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每天要付出多少的时间 来经营我们这个平台 而且每一个进来的朋友 其实对产品 对平台 不是那么了解 重要的 他们愿意进来的原因 是真正的相信我们 认合我们 那么我们要给伙伴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虔诚 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这个生意真的是千万 亿万美金的生意 因为我们的开幕会 现在每一年的收入都是过千万美金 所以这样一个生意平台来讲 我想大家要付出多少的时间 来真正的去了解这个生意 就像特朗克一旺一样 其实这个生意 我们看到它的价值 就是你的why 你为什么要经营这个生意 其实比我们好 就是你如何去做 要来的比较容易一些 如果当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经营这个生意的时候 那我们去运作的时候 其实就真的是很简单 而且 这个生意 我们不是靠在哪里做 这个生意虽然我们没有投资 没有投资很多 只投资我们自己的健康和自己的财富 但是重要的是这个生意 是有人交 不但是有人交 因为我们这个互联网的平台 包括我们的朋友 不论我们朋友在哪一个国家 只要他有互联网 我们各个语种中文的英文的广东话的 包括英文的话的 全部都有空中网络视频会议 等于说 有面对的讲师 帮你的朋友来讲这个生意 帮你来运作这个生意 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定位好了之后 我们要花什么样的时间 要用多长的时间 来真正的达到自己的财富自由 我觉得这一块是最重要的 那么因为今天后面还有几个钻石要分享 那我的时间有限 接下来呢 我就请我们的一个新作钻石 那这个新作钻石呢 其实我对它真的怀有很感恩的心 因为我2013年 我去欧洲旅行的时候 我是船上除了认识以忘 谁都不认识 但是一路上以来呢 他对我是一直精心的照顾 所以呢 那我后来了解他的故事之后呢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他十几年以前已经达到财富自由了 因为他原来是做商业房地产的 但是为什么达到财富自由之后 又回头来运作杰斯 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我听说是因为他见了我们的领袖 Kin Hui 对他的人生起了一个重大的改变 那为什么原因 我想请他来给大家分享 那下面我们来又来的掌声 欢迎我们新鲜钻石 Lisa 谢谢Tracy给我的介绍 我要跟在座的 我们的新老的杰斯的家人们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我可以 大家可以举个手吗 来自国内中国 国内的朋友伙伴们 可以举个手吗 欢迎你们 那其他的都是我们香港的伙伴 是不是 OK 实际上我们今天晚上 可以做这个的分享 实际上很单纯 我们想就是说我们国内的伙伴 来参加爱莫老师的评训 那因为中国这么大 那我们有很多的伙伴 我们没有办法亲自能够到中国的各个地方去给他们做一些交流 这个沟通 所以原来我们几位在美国的这个钻石想要跟自己的一个团队做一些沟通 但是呢我觉得 目标是不是想要成为钻石 是个人请举手 我想每一个人都是 那如果还没有举手的朋友 我想可能你们可能是新朋友 可能对这个钻石的这个概念 你们还不是那么的清楚 那我本身的背景 我原来是马来西亚马桥 那我30年前到美国去留学 后来就定居在美国 那我就像Tracy刚才介绍的 我过去差不多20年来 我是做商业房地产的投资 非常的幸运 在这个行业里面得到我的财富的自由 那4年前呢 偷回一个好朋友 认识了杰斯 当时呢我很单纯的 只是想要做这个 使用这个产品 因为我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 非常爱漂亮 所以呢 当时受到了他的生物科技而吸引我 但是呢我当时并没有答应 就是说要经营这个生意 因为我认为说我没时间 因为我有自己的生意了 但是呢 非常的幸运 在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见到我们的系统创办的机会 当时见到他呢 他让我感动 我看到一个非常有爱心的 一个成功的人 因为我认识很多很有钱 成功的人 但是呢 没有一个成功的人 帮助 因为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成功 但是我看到金慧呢 他的爱心呢 是想帮助更多的人 能够得到他们人生的一个大翻转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想到我身边有很多在寻找机会的朋友 因为这样子呢 我四年前做出这个决定 要跟随他 能够去帮助我身边 想要改变他们生活的一些朋友 但是呢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生意 说实在的 当时呢 钻石对我来讲呢 是非常的遥远 我不敢去想 我能够有一天 能够当上这个钻石 所以呢 我想 我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我的心路历程 我相信呢 会有很多 可能跟你们已经 在经营解释一段时间了以后呢 可能有很多东西 会 你们会生同感受的 所以我希望呢 经过我的 跟你们分享 我这个四年在解释里面的 我的心路历程呢 能够帮助你们 面对自己的一些内心 在做一些争斗 在做一些挣扎的这个地方 能够得到很多的这个帮助 那我希望呢 新的朋友 你们能够比我更快 我虽然四年的时间上上时 我希望你们的速度 能够比我更快 所以呢 能够少走一点 我所过的一些弯路 我呢 我是五个月 那时候加入之后呢 五个月上蓝宝 然后呢 是第十个月上红宝 然后两年达到绿宝 你知道吗 杰斯的这个速度 现在真的是在比这个速度 我当时呢 五个月上蓝宝 十个月上红宝 那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 那时候算是速度是算是蛮快的 但是你们知道吗 我们上个月哦 一月份 希望这个月 月初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绿宝石之旅 我们去了马尾岛 夏威夷的马尾 你知道吗 现在公司最快的速度 上钻石 是多快吗 一个月上钻石 是一个泰国的经销商 一个月上钻石 是最快的速度 所以呢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 限制在比速度 那其实呢 实际上我在加入 就是成为绿宝石了以后呢 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 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将近两年多的时间 实际上对我来讲 上钻石 对我来讲 要上钻石 如果知道的朋友 是要双倍的 一千的这个碰局 除了就是你要达到 这个一千的这个碰局呢 有六个蓝宝以外呢 我感觉到 钻石呢 有肩负的一个非常重的 一个责任 去带领团队 所以呢 我当时呢 在自己不敢要的那个时候呢 我给自己找了很多的理由 我觉得当你很多时候 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不敢要的时候 往往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事情 变成是你的一种借口 一种理由 但是我觉得我非常信任你 我在洛杉矶的时候 我当时呢 我们的双钻石总裁 她就对我讲 她说 Lisa 你不要因为别人上钻石 而让你感觉不甘心 你要上钻石 你必须要回去 寻找到当初的 你为何而做 你的初衷是什么 因为呢 如果你是因为别人 上钻石 而上钻石呢 你的能量会有限的 但是你找到你的初衷 你为何而做的时候呢 这个能量是非常是无限的 所以呢我回到 我是要帮助人 而做解释的 所以呢我明白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我知道 如果我要代理一个团队 因为我知道我的团队啊 伙伴们在那里 对我知道我的伙伴 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的目标是要上钻石的 但是如果我自己本身没做到 我如何去代理我的团队 就好像你去打仗一样 一个从未没有打过仗的一个将军 他如何代理一个团队去打仗 所以呢我当时因为这样子呢 我觉得我必须要成功 我必须要成为钻石 我才能够有这个能量 所以呢我常听到很多的伙伴 你想帮助你的团队 但是呢你自己要先成功 你才有这个能力 你才有这个能量 力量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头脑很清楚 所以我当时呢 实际上在今年的这个 这个暑假的时候 去年暑假的时候 实际上我也跟金慧 做了一些请教 好当时他跟我讲 他说 你想你必须要头脑清楚 我感觉到你已经头脑有点模糊了 你的焦点已经有点模糊了 他说你必须要重新去learn unlearn and relearn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重新再去学习 而且unlearn呢 你要把一些障碍的东西 在结诗经历了一段的时间的 这个成功 一些成功的以后呢 你可能又有自己的一些自我的一种思维出来了 你必须要把它去掉 然后relearn 重新的去学习 所以他当时跟我讲说 十二月份有这个钻石之旅 你必须要全程的跟着去学习 所以我当时呢 我是目标是十二月份要上钻石 所以我想说如果我跟随了这个钻石之旅呢 会不会发入到我要去打市场 但是呢我选择了相信 我选择了相信他 因为唐十五已经帮助我们这个系统 很多人跟着他的方法 跟着他的系统 已经超过二十个钻石 达到这个财富的自由 所以呢我选择相信 我觉得做这个顺利呢很重要的 你必须要相信 相信公司 相信我们的系统 相信你的领袖 所以呢我选择相信 所以当时我就跟随了这个整个钻石之旅 所以真正让我学习了非常的多 因为当一个钻石呢 并不是只是一个光 只是一个头衔 所以实际上呢要当一个从内到外的一个钻石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 我觉得 我在有时候带团队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跟一些领袖 就是做了一些 可能是一些指导方面的 我觉得当我们在没有达到我们的 想要达到的这个业绩 在街市里面 你还没有实现你所要达到的这个目标 很多时候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一个放下的一个心态 你必须要虚心的接受 你的领袖所告诉你的 你哪里还需要改进的领导 因为我觉得 唯有你愿意去接受的时候 虚心的学习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得到成长 很多时候当别人讲你的时候 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会愿意去接受的时候 你会得到更多的成长 收获的是你们自己 每一个人自己本身 那我觉得 我相信 在我们的 大家都知道的 双钻石 Ewan 还有Sanson 实际上呢 在Kim 的要求当中呢 他们也收到非常多的严格的要求 我相信被骂的最多 就是Sanson跟Ewan 所以我想 和平大哥跟丽娅姐都在这 他们是Sanson的严父严母 他们应该非常的清楚 真的是他们是受到最多的 这个严格的要求 但是呢 我觉得 因为这样子呢 他们得到的 所学习到的东西 是最多的 所以我在决师里面呢 怎么做 并不难 但是你的心态 对不对 这才是最困难的比方 所以呢 在解释里面 我觉得 当你 要 你敢要的时候呢 很多的事情 就会 顺着而来 你所表现出来的 这个力量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是用一种 去等待的一种事情 让事情去发生 让你的团队 去把你 能够认为说 我能够从一个蓝宝 变成一个红宝 变成一个绿宝 你是用这种等待的 就是一种方式呢 你所表现出来 跟你要 又一种等待的方式 你会体现出不同的 这个行动 就会决定你的行动 所以我觉得今天哦 会来到这里 愿意选择来这边 学习的朋友 明明已经做了一个 自己一个非常想要的 一个决定 所以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都拍照 然后录影 把这些培训的东西 都传到你自己的伙伴 团队里面 让他们去看 我觉得最重要的 今天是你们自己的 有没有学到 包括我们明天 两天非常重要的 这个爱莫老师的 这个培训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 是你们自己本身的学习 其他没有来的伙伴 这个是他们的选择 那很多时候呢 系统 真正的懂得怎么样 把人放到这个系统里面 去学习 我们公司有很多的 这个系统的这个活动 像明天爱莫老师的 两天的这个培训 那我们还有三月 三月底的 这个香港的劫师大学 那种种的这个活动 你们到底带了多少的伙伴 去参加 你今天带了多少的伙伴 来做到这里 明天带了多少的伙伴 参加爱莫老师的这个培训 这些从这些小小的这个细节当中呢 你做到了没有 这些就会决定你在 结诗里面这个成功的这个高度 所以呢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能够帮助到你 在结诗里面 你想要得到的 所以呢 在做结诗呢 当中 我觉得 不管我们大家 我相信 坐在 现在坐在这里的 很多的伙伴呢 都是来自不同的一个背景 结诗这个品牌呢 实际上就是给普通的人 有一个创业 让你人生得到翻转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有着归零的心态 去学习 我在商业房地产里面的这个成功 对我来讲 我自己愿不愿意 从一座高山走下来 重新再去攀爬另外一座 就是结诗里面的这个道路 所以同样的虚心的去学习 把自己心态去归零 选择去相信 跟着这个系统去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结诗里面呢 我看到很多成功的人 他并没有比很多人更聪明 反而我觉得聪明的人 反而这个结诗里面不容易 走这条路他反而碰到更多的困难 因为他常常会想用自己的方法 觉得这个方法系统太简单了 他想要把它弄得更完美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天会回答很多人 当他们要这样做的时候呢 他说如果有一天 你赚的钱比我多的时候呢 你再去创造你的方法 所以呢天会呢 我们系统创造的人 他的系统已经帮助超过20个钻石 所以呢不要用自己的方法 只要跟着系统里面去走 然后简单的做 只有简单的事情才能够复制 而且加上要大量的这个行动 所以我觉得学习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你的学习 如果你听不再多 在解释里面很多人成功的这个故事 不管产品是多好 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行动 你将不会得到任何的结果 所以呢边学习呢 你必须要边行动 在这个行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 你所学到的东西 如何去应用到 所以呢很多时候 我们已经有很多系统里面的这个培训 你要重复重复的去看 因为呢当你在解释 在走这个解释的这个旅程当中呢 慢慢慢慢你的团队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在看这个领袖的这些系统的这个培训的时候 你重复的回去看 你将会得到很大的不同的这个体会 所以呢在刚才我们来到现场 我觉得非常好玩的 我们在跟香港的这个钻石 在讨论这个培训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香港的伙伴 非常想要知道如何去运作这个国际的这个市场 对不对 我相信吸引到很多人的解释这个平台 能够拓展超过第115个国家 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把眼光化到这个国际的这个舞台 所以我现在我相信很多只有有阳光的地方都有我们中国人 对不对 所以呢海外的市场如何去运作 那我是觉得说 先在自己的国家把根扎稳 因为呢在你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呢 你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身边的领袖在带领你 之后呢等到你有一些经验的时候 你在拓展这个海外的这个市场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要花更多的这个经验 跟你的时间去支援这个海外的这个市场 那你就要借助这个系统的这个工具 因为在杰斯里面呢 并不是你一个人在办法读斗的 你是靠一个系统去进入 系统的工具 所以真正了解到 像我们有全球的这个网络视频会 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领袖 几乎每一个月都有一些活动 在不同的这个国家 所以呢你有没有好好的利用 这个系统给我们的这些活动 这些培训把你的人放在这个系统里面 让他能够来了解这个杰斯的这个生意 我觉得在杰斯里面呢 很多人如果你的业绩 没有达到你所要的这个业绩 可能就是你本身头脑不清楚 我们双正式领袖有说过 他说当你头脑不清楚的时候 你这个生意你不得做 没有办法经营下去 因为呢你没有看到真正的价值呢 你所放出来的这种你的行动 你的信念根本不够坚定 所以呢首先呢就是你要很清楚 你这个行动你的目的在什么地方 所以同样的当你在能够邀约你的朋友 来邀请这个杰斯的这个生意的时候呢 必须是要对方自己看懂这个生意 他才愿意有所行动来做 所以呢让他们来了解 我们杰斯的这个生意平台 然后呢我们并不建议就是说 你是在还没有刚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真正赚到钱的时候 你去打这个海外的市场 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说能够全球的去飞 为了一两个朋友 所以我觉得好好地利用这个 我们全球的这个网络视频会 那让他了解了以后呢 把人带到我们这个全球的这个我们的活动 这个系统的活动当中 让他去了解 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生意呢很主要的 我就发现我们这个生意呢 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生意才能做 这个生意呢实际上 他就是如果你有我的话 今天有你这个生意才能去做的话 你这个生意是做不大的 所以必须要应用这个系统去帮你 然后呢你要做这个海外的这个市场 你要花上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 去帮助他 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运用的 就是电话上面的 我们用的很多 我相信像和平大哥跟那个Lia姐 他们用的这个视频上面的这个评训呢 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还有我想大家都知道Skype 我们也用这个电话会用Skype的方式 给他们去做这个沟通 所以呢在杰斯里面呢 我们得到的 刚刚得到的这个Maui的这个 各公司去Maui的这个旅程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 公司这么快速的这个成长 所以到这个成长的这个速度呢 在很多的其他的公司里面 他们已经得到 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了 但是在杰斯里面呢 我们才刚刚公司才刚刚开始 所以我希望呢 在座的伙伴们 看懂这个生意 搞懂这个生意 一定要快速的 大量的行动 因为像我刚才所讲的 我们现在是比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 现在已经速度越来越快了 所以希望大家呢 能够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 所以呢我今天分享到这里 接着下来呢 我要邀请下一位的这个钻石哦 他原来呢 在中国呢 是一个企业的一个高管 曾经带领超过一千多名的这个员工 后来呢 17年前到了美国 为了一个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 到了美国 所以他在美国呢 做这个零售业做得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有名 所以他就在这个礼品 这方面的这个生意呢 已经是在洛杉矶 是做的最好最大的